從4月17日開始,在北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將舉行為期三天的國際會議,以紀念北愛歷史性的和平協議簽署25週年。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、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及愛爾蘭前領導人等17日齊聚北愛首府貝爾法斯特。 17日,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·克林頓在紀念北愛和平協議簽署25週年的活動上,和美國前參議員喬治·米切爾見面時聊得非常高興。 身為律師、商人、政治人物的米切爾是民主黨人,曾於1980年到1995年間出任緬因州國會參議員,卸任參議員之後,他在北愛爾蘭和平問題的談判中發揮了重要作用。 米切爾於1995年到2001年間被時任總統克林頓任命為美國北愛爾蘭特市,而且是1996年米切爾原則與1998年貝爾法斯特協議的主要參與者。 17日,他的半身像揭幕儀式在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舉行。英、美、愛前領導人齊聚貝爾法斯特為美國前參議員米切爾的半身像揭幕。 中文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